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脱口秀小会 我们连人都没有 李哥 王哥 哈哈哈哈 你是喜欢发朋友圈 还是关了朋友圈的人 我14年4月份钓鱼铁 说的就是鱼钩吧 你适合参加这种 微微博抬杠大赛 哈哈哈 说这句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这个信息量可有点大 我那么多女粉丝 我 有点问题 果然要出事 也办不上 也不至于这样 还真实啊 收一收 哇 有提气呢 有蛮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脱口秀小会 我们连人都没有 还是有吧 本场呢 几位晋级的朋友 黄博 胡杆 建国 杨丽 王勉 这五个人 他们将会以 他们所认为的 最社会的方式 进来 让我们欢迎 李哥 李哥 王哥 来来来 结果老师 哈哈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李 李 哈哈哈哈 这首不免购 给您介绍一下 哈哈哈哈 爱着李哥坐过 坐坐坐 坐吧 坐 坐 因为晋级的 现在这是这五位 都是晋级的选手 需要你们五个人 用一句话形容 本场表现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就是 仓促写出来的稿子 有他的问题所带 他就是有点 高一脚低一脚的 然后不故意证 嗯 以后就算再怎么 然后 还是得 就是一点点摸 别一天捋出来 还是不行 来 庞博呢 我就是 写的太早了 然后我也没改 然后就 高一脚低一脚的 我也没有改 写完了 我去开号卖去有点多 然后 练熟了 这舍不得了吗 一不小心练熟了 我们就要再次 说起 王建国的那句 治理名言 脱口秀应该告别现象 你这么得罪人的话 你让我脱口秀 而且这句话 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王建国应该 告别现象 突如就演员 反正是 王敏安呢 自己的感觉 我还挺满意的 我的感觉特别好 就是不再拿 吉他当作 一个便宜 就是他本来是个便宜 但是你在 你站在了便宜的肩膀上 开发出了更多的 主持人 便宜 表演得非常便宜 看见了是不是 就这意思吧 就是专业的朋友能听懂 我就是太紧了 我上台前已经 就是脑袋里不得字了 然后我是上台 五秒 两秒 反正不知道几秒 我想不起词了 所以我感觉我演的地方 有些地方劲儿有点过大 因为我是下意识的这演 我没有刺 你就是都使不上劲儿 大家都是一种想拥劲儿的感觉 后来对自己这一场表现 也是劲儿好像有点拿捏不准 那一场都这样 嗯 你这一场 就这种演 这种演法 你就现场啥人就对着墙也能演 然后你后期一贴就行 如果咱们都能做到 就是你现场有人像没人像 不管节奏都不乱就行 所以这个国在跟我说 我就做不到 上台之前我说 我说可能怕观众不接 我说小孩子自己押工资 给你贴笑声就完事了 你就演就行了 你真会安慰人 所以一下子啥事了 对你就是你自己撑住了 就什么都红了 这个桌子太像你担鸭桌子了 大家聊天怎么会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收一收 有脾气呢 这个侧往一座的桌子 我把那啤酒拿一下 这场在开场之前 国仔 我看到国仔和户弯 还在一直改稿 对不对 你是改到哪一刻 其实这次也没有临上台再改 你我今天来说 你就不管是什么样的稿子 你临上台可能一个点之内就不要改 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的判断和你的 你就完全都是乱的 你就是本篇稿子好好被守就行 贺兰改到什么时候 我比监管早一点 但也差不了了 我能比他 但也有改个底 改个啥 然后我觉得这一场 那个招地这 接完美那个包袱接的特别好 嗯 对 对 合作一下呗 合作一下 好了 有空长联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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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那个歌词里不是有一堆说 以后长就长联系吗 长联系 啊 然后他演完了 他跟张内志说 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加个微信 然后张内志说行行 以后长联系 哈哈哈哈 还是没少看节目 没少看 很有天赋 啊 很社会 所以呢 我也去问了一下 社会的rapper 张内志老师 嗯 愿意加哪位脱口秀演员的微信 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觉得总有方法联系到 加微信也可以不必吗 嗯 因为我其实不太 就是那种 我刚自己节目也说了 我不太喜欢那种太过于主动的社交 对 那李大人放了个微信就走了 李大人干嘛去 毅然往缅没有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 至少比我们四个有机会 加到张内志老师的 是 微信 微信 但是但是我就加他微信也没啥用 他也不说话 我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跟他拍了一个那个靠用快答嘛 嗯 他的话非常之少 他们还让我尽量多跟他聊 太难了 我也跟人拍了个东西 然后呢 我就不太会说话 他就给他逼的不得不说话吧 可能 因为我我就在这 吱吱吱吱吱吱吱 人家说哎呀要不聊会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 我那么努力 都不行 就是现在 这期不是讲社交吗 反正是微微信之类的这种 联系软件用的很多吗 大家 在用微信是都是一些小习惯啊 这是都是 是非体啊 ab 两个答案 a 或者 b 你们就举牌啊 好嘞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主动加别人微信的人还是等别人来加 a 是主动加 b 是等别人来加 就是两个人 这个分人 分分分事 分人分事 这个问题作废好不好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是分情况的 第二个题 你是喜欢发朋友圈还是关了朋友圈的人 这个表明他 a 是喜欢发朋友圈 b 是关朋友圈 b 这都不是个全集啊 这家圈 对对对 不是个全集 所以就 你们怎么这么严谨 不是 就是任何情况 不是 这两个 我们都已经这个状态了 还能听出这道题有问题 这道题 就是问题太大了 既有重叠 是啊 但我是b 我已经两年没有发过朋友圈 我也是b 我没有朋友圈 没有朋友圈 我非常喜欢看 但我从来不发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法看朋友圈 就是工作人员加的人太多 以至于你就五花八门呢 我就特别希望看了解一下 这些社会上的朋友 也不好意思跟人聊 然后就只能通过朋友圈 给人点点赞 下一个问题 a 你是及时回微信的人 b 你是经常不回微信的人 我肯定是b 对 国歹肯定是b 我是a 我是a a 国歹的作息经常跟大家不是很一致 所以也不是他不回 而且我睡得太早了 六点就睡了 跟我们说 就是这集节目 我是早上九点睡的 太早了 你怎么 给国在发消息 就是有的时候他回的时间中间 隔的时间过长 他回你消息 你都不记得你问他是啥事 所以这个聊天软件就挺厉害的 你能找着你说啥了 但是人家明明叫及时通讯软件 大家发微信的时候 是喜欢发语音的人 还是从来不发语音 只发文字的人 a是发语音 b是发文字 你举啊 对了 我是 我是喜欢 我是发文字 我是绝对 我是基本就是发文字 我最近才 发音发语音的人 我最近才发现 是可以发语音 不是 就是就是我 我以前觉得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一个事需要50秒语音说清楚 那就是语音 你别整那个 那个效率低 如果看出一个人给我发了50秒的语音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一个人要给我发50秒语音 他得先给我发一条短 或者发几个字 对对对对 对对 今天有个 对不是 今天有个事 我跟你说一下 然后你都不能上 咚咚咚咚 有时候是 四三四条 就是长短不一 我喜欢别人给我发语音 但我一般都回文字 在微信里你是 a喜欢用表情包的人 b 不 从来不用表情包的人 分人 就偶尔用 就怎么这么 就让我 就是怎么就这么难选呢 你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太当人了 我怀疑了 你到底是喜欢用 还是你从来 哈哈对 但是这样是的 他就是 有的时候 有的话题 必须用表情包 完结的时候 会用一下的 我还挺难想要 过来发一个 嗯嗯 张不阳慧 张不阳慧很爱发表情包 对 张不阳慧有很多 明明其妙的表情包 我都会偷下来 其实有的时候 表情包也不是结束谈话 就有 有那种朋友 你们两个就会能 一直用表情包对话 那我没有 可能女孩跟男孩不太一样 女孩就是可以这么聊的高兴 聊对 聊的高兴就一直发表 对 你能想象我和胡来两个来自 极北低寒的 极北苦寒之地的 就这种 咱天天的 嗯 嗯 天天不太行 吧 哈哈哈 关于微信的 AB题 咱们选择题 这个判断题已经过了 接下来都是一些 简答题 好不好 简答题 随便聊一聊啊 你们你们第一 你用过拍来拍这个功能吗 哦一次没用过 你没用过 一次没用过 这还挺神奇的 就是我不小心点着过 但我不知道是怎么点出来的 双击投像 群或者对话里边 你就 就咱俩用过 我们也有 就咱俩用过 嗯 这个特好 这个比表情猫好 不知道拍谁啊 谁都可以拍啊 是可以拍自己吗 可以可以 但就很傻拍自己的 哈哈 忽然拍了拍忽然说 忽然忽然 你跟比卡就是的 哈哈哈哈 什么朋友圈喜欢点赞 这个很很 我很爱点赞 嗯 就是就是 很多种都有可能 嗯 就我是 只出于 就是 社交硬子标才会点赞 你说人家过生日了 如果是一个比较位高权重的 点一下 好来往 哎呀太油腻了 我太看不起我 是 我应该就给人家留言 你位高权重就好意思过生日 那贫苦的人就不能过生日吗 就是这种 你也拔不上 你也不是因为这样 你是因为他看得起自己 微博抬杠大赛 哈哈哈哈 他就发一句特别正常的话 今天天气很好 开始抬吧 然后底线经常就是 你说开始抬就开始抬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以为你 谁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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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 最早的一条朋友圈是啥 这我记得我最早的一条 因为我是用了微信 四年都没有发过任何朋友圈 然后有好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发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这条我来了 这是我最早的朋友圈 哦 第一条的朋友圈 还是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啊 14年 买了一个香菜味的羊角面包 谁在给我 给我点蒜瓣吃完 去找老板谈谈进度问题 还是很有梗的 对 对 对 就是很有梗 非常 14年的幽默就是这种水平 对 哈哈哈 非常幼稚的一些梗 还挺萌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看看啊 我14年建国你在作死 哈哈哈哈 三月份 Imu 不是那么收铺的 就是 是 是 这个是 一四月份 我尿炕的 哇 哎呀 哎呀 你那天玩火了吧 哈哈哈 四月份 钓鱼铁说的就是鱼钩吧 哈哈哈哈 我太无聊了 你能知道过那种最神奇的是哪种 就是哪两个人认识 哎 我 我有一个 是我突然发现有一天就是我 我的一个异性朋友跟我一个同性朋友认识 然后但是他俩分别不知道他俩都有我 我就看我那个同性朋友聊我那个异性朋友 我整整看了一年 哈哈哈 我没有 你也挺没事啊 我没有在他俩朋友圈进行过任何互动 我怕 我怕拆穿这一戏 非常隐忍 他聊了整整一年 谁呀 咱们认识吗 小阅同学 还记得吗 哈哈哈哈 大家分享一块朋友圈最大的咖是谁 只有公司的 所以你朋友圈里最大的咖是老叶或者李旦 哈哈哈 对 对 我有 袁红尝尽你的微信吗 有有 然后我那个贾玲 然后我啊孟晨姐 就是就是这种就是你你是这样 就是当时遇着了人家出于客气给我加上了 然后可能以后遇不着也没有必要联络 就就就不记得加过谁来等啊 哦我加过蔡康宏老师 哦那是老师对对对对 但是从来不敢给人家朋友圈乱点赞 哈哈哈 我们三个原来上过一个表演课这是这是咱们玩过的一个游戏啊一个训练你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这样的不知道咱们就互相夸奖互相夸吗对真诚的说对方的优点行我先夸啊我觉得忽然你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 你就只看到了这一点 哈哈哈哈 能不能怼我呢你应该我我最听配忽然的是忽然呃经历非常充沛 所以所有事情都能做的就安排的也井井有条然后这样的人就活该成功是因为因为我每天是要睡十十十个小时我才那什么但是我感觉忽然清醒的时间就比我长他就他大概活三十年就已经相当于我活五十年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觉得忽然有有一个我身上非常缺少的东西就是你可能有个长期的目标或者有个短期目标吧但你永远会有个目标但我不会有而且忽然基本都能实现对对在你争取到一个事情的过程中是快乐的对嗯就是活的劲劲的而且是顺劲 哈哈不管是顺劲还是逆劲 哈哈哈哈活劲劲人也劲劲人 哈哈哈活的丰盛水气真挺好挺好然后莉莉我觉得 发不出口是你你你先打给我去我来说我来说行这么往下的这么这么转这么转好不好这么转好不好 我我最羡慕杨丽的是杨丽活得不宁吧杨丽特别啊就我杨姐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坐在椅子上经常会出流开去但是他就是出流开去哈哈哈 嗯我觉得杨丽是我认识的女孩里面就是很有魅力的一种女生 但这个魅力完全不来于长相 让你哗的你这是干啥啊你重说一句 就是那种有自我的魅力吧就是那种女生里非常独特的那种 嗯 可爱 哎呦 啊你想出来了吗想出来了我觉得他比很多人都快乐 好像没你一块有点不了解 哈哈哈哈 咱俩的关系现在需要重新拍一下 哈哈哈 行 来好吧 啊我嗯啊我来是吧嗯 我觉得磅礴最让我感到舒服一点是他太喜欢帮助别人了 就无论是你真的是自发的还是能力上你都喜欢去即便你能不能帮助上你都给对方提供帮助 就是你这样的人不容易出色嗯啊嗯这个挺难得的 我是真觉得 航博越来越帅就是我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说就有的时候大家坐在那我就看两眼我觉得哇好帅真的 他今天穿那个短裤来吧我感觉卧群一般人穿短裤露外面腿没有这么长啊感觉他的膝盖有两块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他就是比我多了一个小腿那么长腿有三点 腿有三点 腿有三点 你是偶 你是偶 我是哪吒 我是太义真人了 哈哈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便宜 哈哈哈哈 好到我 我觉得磅礴就是除了帅以外他特最好的地方是在于他特减 很简单他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很简单特别好 夸王勉夸王勉成长也太大了太猛了就蹦蹦就往上走 就是这个没有说谁三年两三年之内成长这么快 哇这么难吗 哈哈哈哈 你这一场叹息 真是 哎你这一场 这个什么呀这是 哈哈哈太真实了 我觉得王勉其实 有着跟这个年龄不匹配的有正事感 哦是吧 我三台这个年龄我是没这么有正事 哎呦这个是确实是 是吧是吧 想想咱俩咱俩想想好不好 小事也行 对王勉其实也挺帅的 还真是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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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觉他写的东西特别干净 对没有那些 没有 好像人格没有阴暗面的那种感觉 那可不一定 那不行 那就危险了 我跟你说人要是那样那可危险了 来吧 我们跨国仔 跨国仔 跨国仔 我觉得国仔身上有一种特别古典的侠客风 这说这句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但我觉得国仔是我周围人品上我最敬佩 方方面面其实还行 是相当行 相当行 我有时候我们写断的是故意卡通 但它是真的卡通 那个卡通是 有那样外面 能看出来的 就是真正的卡通 能看出来的 是真的有纯真在里面那种 我就觉得 国仔的这种 这叫信守年来或者啥的这种 这种聊天的梗或者是怪梗 仍然是 最有灵气最怪的那一个 就是跟所有人还不一样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他今天讲了一个特好玩 就是成禄在那 我们在聊天 突然成禄接了个电话 说行的行的放那吧 一听就是快递嘛 然后我们就说给谁打电话 国仔说 他在给举重运动员打电话 是吧 成禄说 成禄说是这样去 我可能就是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太久了 就会可能这个人本身就会活到很不现实的地方去 你其实你看你们说我的这些所谓就是优点 我也知道就很开心 但是都是在折磨我 妈妈也说两句 因为就是我们这几个就一起入公司这些人 虽然也不小 然后也两三年了 但是其实我感觉公司包括你们还是拿我们当小孩 尤其是以国仔为主 他一直拿我们当孩子 所以你是说侠客 但我是感觉就这个人特别暖 他特别想要隐藏这个暖 然后把这个暖包包含在我对你非常不在乎里面 甚至现在都不看你 但是他很暖 暖霞 暖死我 好我们刚刚非常真情使馆的大家 很走心的夸了几轮 都是真心话 但是这个推荐大家社交平时吃饭饭什么 也可以玩一玩这个游戏跟好朋友 就是夸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点点不自在 但是知道都是朋友说的真心话 但是微微出汗 可能是因为有暖霞在 哈哈哈哈 可能是有马甲在 哈哈哈哈 我哪压的韵也特别奇怪 哈哈 没有鼻音音压 但是能压上 能压上 哈哈我知道大家都还没有看够 所以我们决定在疯狂赞美磅礴一轮 好一二三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的开始 好 一二三开始 杨果 太帅了 太帅了 鬼太长了 可以夸过 不能评点就不能点评 夸 就是他自控能力特别强 对 因为我觉得我到这个份上 我那么多女粉丝 我 你 你有点问题 你有点问题 果然有出事 你果然有出事 刚夸你半天 刚夸你半天 一二面马上给你体现出来 然后 自控力这个体也挺吓人的 对对对你自控力很强 嗯 我已经接不住了 哈哈哈 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毕竟大家都是黄种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呀 那我们这个温暖真诚而快乐的几个环节之后 相信我们的友谊也原地踏步了 二十个温柔 哈哈哈 不知道 我们这段小视频能不能给镜头前面的你 带来一些快乐 但我们反正是离下班更近了一步 所以也更快乐 饭吃的差不多了 虽然还有很多 但是也就差不多 就今天就到这吧 后边还有很多的脱口秀要写 很多的快乐会带给大家 很开心 录制今天的脱口秀小会 我们一起拍一个大合影 好不好 来 谢谢大家 三 二 一 耶 多虎秀和 Rap 有啥相似的地方吗 都是一个脉 一个人 对就可以说了 各有各的魅力 多虎秀的魅力是什么 好笑 Rap 好听 Rapper之间招呼 都真的很复杂 对我们会有一个 有没有讲一下 对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对 拍掌完之后 握住 然后 用这个关节 对 夹住 然后用力拉开 对 会有个这样的声音 对 李淡 罗永浩 杨天真 谁最有rapper气质 罗永浩 你用他real啊 各方面吧 因为他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符号带 好 说话的节奏 好 你的微信好友有多少人 八百多把 你的微信置顶第一是谁 我老婆 最讨厌的社交行为是什么 就是要跟一大群陌生的人 硬硬待在一起 对网友说 你不该叫豆芽了 应该改名叫坚果 做何回复 也没什么好回复的吧 你这爱叫什么叫什么 平常会跟网友一起打游戏吗 不会 我只跟生人打 你觉得黄国老师帅 帅的帅的 有智慧的男人都很帅 你平时写一个 你是自己早就有积累的 还是你就是印象的 临时他脑子会自动转到那个档 就会想到 其实我写这些东西的 其实这个东西 你写这个你就有一个 技巧 就是我家祖传耳背 本来就是没听清 所以听错了 然后 你经常就是会这样 那你适合押韵啊 很容易押韵是不是 耳背就很容易押韵啊 可是为什么 我的节奏很差 我押韵应该也没有什么前提 真的 不会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写音梗 我们平时也会有一些写音梗 写音梗也不是说全是科学人的 或者是全是好玩的 你像刚刚那个 那个好刚好刚用这 打过刃上那个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谢谢 对那种还可以的 我多年前就发现李大 听完这个东西会一脸 这个样子 就觉得这也太好玩了 就天天讲这些东西烦 那你其实也不为了逗观众 你为了逗李大 对 这太好玩了 就有些脱口秀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那种双关的东西 挺好的 哇 其实这个 挺好 对挺难的 是挺难的 而且这个节目前期我都不知道 中国有挺多脱口选员的 我们对 其实挺多 也在摸错什么 而且大部分的脱口选员 他是 坚持 就真养活不了的 其实深圳环境跟以前rap差不多嘛 就差不多 对差不多 就是坚持坚持做那么多东西 然后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可能有些人听过你歌 但并不知道你 歌跟脱口秀可能比 有个好处就是 他还变于 反播一点 对 就是可能脱口秀 你要么就是 你有一个很爆的梗 在网上有视频爆了 不然的话 就是真的很难知道 是 对吧 所以我们都挺珍惜 这种情况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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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